歡迎收睇兄弟幫Mig Boys Club 做一個藝人 最開心是可以做代演 賺錢 有很多錢是代演人的費用 很多廣告和宣傳都對自己很好 比我最想代演什麼呢? 嬰兒產品 最好是有那些歷史的影片 Nine Eye 即是給你女兒 都給我女兒 省了不少 我一個是剛出生 另一個是讀幼稚園 兄弟全部都是洗費 但說到代演 我們一定要介紹李韻和裕美 說說代演的歷史 歷史還說故事 那就開心一下吧 你好… 大家好… 兩位都有很多代演品牌 例如看到很多廣告 都關他們的事 先說一說 你身上的代演有多少人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不多的 說來吧 因為我想一年只有一個人 很厲害吧 不… 之前有一些服裝 有些玩具錶 駕駛學院 對… 還有網上的遊戲 網上遊戲 對… 意味呢? 我沒有數過多少 就知道是格式學院 數不完 錶、唇膏、化妝品、護膚品、飲品、新衫 這點就多了 很厲害 都還有的 不過最主要是最近皮膚漂亮 我想問你做一個代演人的時候 這樣不會滑絲滑絲的 一定可能有經理人 公司幫你談完之後 回來了 你是會怎樣處理這個代演品牌呢? 就是說 看看價錢 看看它有多少的exposure 就是曝光率 有多少廣告 還有要看看 可能要不要自己親身試 等等 你們會怎樣看呢? 我通常都是先認識老闆 你不認識老闆 因為一聊天就覺得很好聊 大家投契 通常都會因為投契的緣故 而一起合作 價錢當然只是談的 我最近代言的 價錢本身已經很好 這是甚麼? 就是整個皮膚漂亮 而且最主要是… 譬如在音樂會有甚麼呢? 它也是鼎力支持 鼎力支持… 無論是錢也好 幫你印記錄片也好 幫你買票送給客人也好 都很棒 是的… 這些你會先跟老闆聊嗎? 沒有 他說我都支持你 已經很好的關係 就是朋友 也不僅僅是工作關係 是的 會出來吃飯 他不是吃飯嗎? 很開心的 好,你呢? 我通常不認識老闆 經常都是經公司 然後就跟我說 這次有這個代言 然後我就很開心 我就甚麼都不管 其實因為價錢甚麼都是公司談的 我就說 那就可以在巴士站見到我 然後我就會很開心 是的 我是一些比較… 曝光率比較多是重要的 對我來說 而且… 好像之前我聽… 不知誰說 如果你代言一個產品 如果產品是用到別人有事 有事的 我也要負責 所以如果是一些護膚或飲食 都要自己先試 真的嗎? 有的 如果不是… 那那些網路遊戲 你會不會打幾次才行呢? 看看能否玩 但好不好玩呢? 就是一人二二的 那我代言哥當然是好玩 當然好玩 是的 因為就是代言人 你說話也要立刻支持 你代言人的網路遊戲 是覺得最好的嗎? 暫時這個世代 都應該是最好的 好… 對 我也覺得在我世界上 我也覺得… 這些補習社 我也覺得是 我覺得是最好的 又是最好的 你呢? 那你自己另外的駕駛學院 你自己學了那個人嗎? 駕駛學院比較有趣 駕駛學校 因為我是18歲 他們就找我代言 他們覺得以18歲你能考車 好吧,你去代言吧 贊助你去考 贊助我去考 但我很生氣地要考三次 不關你的公司的 不關我的公司的 完全不關我的公司的 是我 你真是有問題 是個人的 對,而且我說 反正都是他給錢的 但其實不是這樣 Sorry,我想問一下 你是筆市那裡考三次 不是,我筆市是一次 筆市,調頭和泊車都是一次 但路市就是三次 如果筆市也要考三次 說真的 接近是不死就沒用的 我考了兩次 不要這樣說 死亡衣服… 我只是路市和泊車 一踢過就行 我發現我讀書那些是差點 但電腦是那麼… 但你是不是覺得很容易 所以你沒有看 不是,因為他經常問什麼 我狗不答八 就是經常答錯問題 那可不可以讓我問他一個問題 考一下他 紅燈之後轉什麼燈 黃燈,然後綠燈 紅黃燈 你不停車嗎 是的 沒錯 紅燈就是紅黃才到綠燈 我都說了,我也很壞 在你心目中 你也覺得自己的隔離學院 應該是最好的 當然,我阿水很好 那你是不是覺得 你那家人比他好 我沒試過他 不是,我們不同的評論 你應該要這樣評論一下 我比較好 我們給你一個平台 你現在比賽一下 就是 但我真的沒試過他那裡 我不能夠平衡 你挺好 你懂得做 我覺得很圓滑 很圓滑 而且如果做一個代言人 什麼品牌都好 通常會做多久 盡場吧 可能… 合約一開始的話 也會有年期 讓大家知道 兩年吧 有些可能一年 一年生,一年死 其實沒所謂 說實話,如果那一年 你做得好 老實說,只要保持你的人氣 第二年他也要找人 當然要找熟悉的人 一來價錢已經可以了 二來大家有合作過 很熟悉的 第二年不會加價嗎 第二年有些人不會 即是有些人不會 那你加了多少 第二年 我沒有加,又加了什麼 不用 我自己也很開心地 有份去做一些代言 或者拍廣告 因為其實拍廣告和代言是差不多的 你拍了一個廣告 別人都覺得你已經是代言公司 對 第二間公司不會再找你工作 很簡單的一件事 我身上可能背著有幾個品牌 其實他們真的很好 除了是價錢,真的很吸引 我喜歡的就是 我想跟他們談談 到底你們的所謂的 媒體預算是甚麼 你在這個廣告 下多少本雜誌 下多少電視 下多少巴士車身 下多少車身 我會參與一份 我想… 我寧願你給我的代言人費用 未必是太高 但是我希望你替我曝光率多一點 平衡 因為說真的,可能多多少錢 未必多多少給你 但是如果有機會 別人立即說 你賺吧,走開吧 然後我就會… 他們就打給我 真的假的 我看見你坐巴士 我沒有坐巴士 我會這樣參與一件事 所以做代言好的 就是可以拿… 不要就拿 他會贊助 賺助 賺助一些禮物給你也好 有時候我自己做天台節目 一去就可能… 咦,要有人贊助一些東西 喂,可不可以贊助… 給錢… 就是飲食禮券 可不可以贊助一些錢來嗎 他們會很自然 沒有問題 你幫我去推介一下 這些是很自然的事 那有沒有一些代言品牌 可能只是… 就是在說… 可能簽了一年合約 給錢 但譬如可能是一個食物的牌子 垃圾食 會不會是不讓你吃的 就是只讓你賣完廣告 然後就算了 多數會有一些 如果我想吃那個品牌的東西 可不可以拿一些來嗎 我們不會做這些… 會不會的呢 多數會吃到你死 都會的,對吧 你不要這樣說 吃到你夠為止 吃到你死 就給你很多 這些一定會有的 例如你打給他 他會自然寄過來給你 送過來 你上來公司拿吧 很多 很多,就有個副證 搬回家 去檸檬茶 可以喝到滋 厲害 那個是… 那個是澄清 其實是MCGIN的 不是滋,是喝到舊 甚麼 喝夠,怎麼會滋 喝檸檬茶 喝得很好,就不會滋 而且其實吃飯很需要 是的 說了一些好東西 說了一些好東西 兩位代言了這麼多品牌 最好酬勞過一次的 記得嗎? 我想你也會知道 你自己也知道 最好酬勞過一次的 是代言,不知道甚麼東西 記得嗎 我猜一旅遊、一旅遊 或是化妝品 對,因為旅遊是… 拍了TV時已經熱成 所以就算進去做代言 也做了兩年左右 是否很棒 去旅行可以免費 還要去吧,你去拍攝 他訂了很大屆的旅遊巴 但其實只有一群人 可能十多人都坐在一起 但拍攝還是拍攝 現在說… 如果你自己去玩 你想去玩 你跟朋友、朋友 我們去台北 我去哪裡… 我沒試過 我還沒用過他的優惠嗎? 那麼蠢 為何你這麼蠢豬? 你要知道他去旅行 要一個星期假 你未必每次都可以 所以未必有這麼多時間 你記得你最好的代言是哪一間 其實我忘記了之前的東西 你要管自己的東西才行 你把他抹下來 你拿18歲以上才開始管自己的東西 你要想想自己的東西 今個月我賺了多少錢 這個代言有多少錢 你要管這些東西才行 但最近還可以的 可以的 最近的網絡遊戲 我覺得還可以的 又打過很好玩嗎? 很好玩的 有意玩嗎? 有意玩 就是了 你又知道嗎? 我不知道 他玩過了 我一會看到你玩了 真的嗎? 周圍也會看到人玩 是呀,行了… 這就是很好的代言人 是 拍了一個廣告 人們都把你當成為代言人 有一個很經典的例子 就是晨晨博富城 她流著藍色的血 沒有人不知道 就是藍色的血 為甚麼呢? 因為她喝的汽水 那個罐裝是藍色的 這個大家都會很記得 你們自己入了血味嗎? 就是自己代言的東西 譬如我代言了這個炮谷 第二個牌子的炮谷 我不會吃的 會不會這樣 應該不要在公眾場合 有記者的地方 有可能被人拍到的地方 就盡量不好 即是家裡就可以? 家裡沒有人看到的 但其實會否在條款上 已經寫明了 你們可以的 你的條款是以你所知的 雖然不是秘密的 但藥膜的內容 像是說甚麼 叫你不要做甚麼 例如飲品 我當作是涼茶 其實有很多涼茶 有很多涼茶 涼茶店也有涼茶 所以你不能喝涼茶 會出涼茶的公司的飲品 所以另一個公司的東西 就不能寫明 對,不行的 但我不是周不時 五時三刻都有你的飲品 我突然說我想喝菠花茶 但你會學死我了 對,我都沒有喝 附近真的可以 不是你代言那間的 不是你那個堂的 是另一個堂的 然後你去不去買那些東西 喝水 我知道 怎樣? 撕了一隻招紙 撕了一隻招紙 那你買的時候 你走進去都沒人看到的 找人買 啊 掩飾 三掩飾 然後一拋胸露鼻 要拍得很漂亮 很性感 就像舞步那樣 怎樣? 超好氣 不是氣不氣的問題 超多廣告 有哪些很苛刻的條件 你們有見過 是因為那些苛刻的條件 而接的代言嗎? 有嗎? 通常都會合作得很開心 才會開始 不用這麼說的 不是… 知道你每個客人都是好 現在不會看的 是的 不是… 但如果合作得不開心的話 那… 不錯 那你有沒有試過不開心? 就是沒有 當然沒有 就是沒有 我猜如果真的覺得 那件事是無聊到的 通常都會少一點上網 即是沒有功效 對,你不會說 譬如我現在經常拍傻人照 丟上去 因為我就算傻人 我也很有信心 對,你覺得是有效 你不會把臉爛或是生瘡 就用來掃蚊 鋪上去 那你會不會從爛臉到漂亮 一直拍一輯照 當然我還沒見過 沒有試過 沒有試過 這麼多次的代言人經驗裡面 籌籠也很好 可能要代言之後 有可能會有記者會 公佈 今年我們的代言人 就是 意味和李韻 然後你們去過記者會 有個私儀在那裡 老闆出來之後 跟你簽約 之類的 搞一些所謂的儀式 這些我都做了很多 那些的私儀 見到很多 經常見到你 那些私儀 那些私儀 那這一類型的活動 其實是否都已經 包括了 在那個合約裡面 有包括幾次宣傳活動 有寫明的 那如果突然有些拍拖 就說 今天老闆生日 出來吃飯 那這些可以嗎 當然不算 那這些可以去嗎 去 看看公司放不放 公司放不放 公司放不放 公司放不放同公司一起去 其實不會自己去 不會 都處理得很好 代言人 有一些例子就是 他們可能代言了品牌 突然之間 可能他真的 做了一些品牌 不想他做的事 然後譬如形象不好 突然之間有些很不好的 新聞、非文等等 這些類型 有否發生過在你們身上 發生過沒有大公司 經理人經常提醒我 你現在代言了甚麼 你外面不要亂來 你千萬不要被人演出一些 例如他會提醒你甚麼 就算是你代言了一個 甚麼品牌也好 你的形象也要是 正面別人才會找你 如果你在外面被狗仔隊 或者記者拍了一些 例如你 在街上做一些失疑的動作 或者甚麼都好 他都說很影響的 賠錢的 你小心點 破壞了你的形象 對 意味有沒有這些 我以前最深刻的就是減肥 減肥 不給食物 你會在一個月內 選擇數目 然後你要穿一些 可能健康的泳衣 然後拍照 那你一點點肉也不行 那… 拍照的收覆 對 我只知道如果你無法騙你 就糟了 糟了 然後外面被人來 意味 巨蛋 巨蛋 屯臂 紅腿 對 粗頸 糟了 但也沒有發生過 幸好你們 沒有 沒有 那你這段時間 你不要生暗瘡 不要有班 很害怕 不要吵了 很害怕 以前沒那麼貪美 以前曬不就曬 不太防曬 現在又戴帽 又黑超 又防曬 口罩 如果接下來有些客戶 女生很經常會 例如封胸 或者是簽體 那些 也會有 拍照 你就知道不到一點肉 如果這次超性感的 Triptop 三點式 三點式 然後一條 拋胸露臂 T-back褲 要拍照 有些超漂亮、超性感 就像舞步那些 怎樣? 超好批 不是批不批的問題 超多廣告 不是 到處都看到你 我知道 紅碎版 電視,黃金 這個隧道廣告真的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紅碎廣告 TVB,黃金時段 雖然真的很吸引 因為我之前也拍過寫真集 也有穿過比堅尼 我要知道它是否拍出來是健康 讓我看了一些記憶 如果是不行,這個好色情 什麼為了健康 而且都是別人的定段 就是 至少有笑容 我覺得 不要那麼野性 你一邊吃沙律就很健康 你一邊吃沙律就很健康 但不要滴下去 千萬不要滴 不要滴沙律 是的 滴沙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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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 我想我也不會 因為我想起沙律 八位數字 八位數字 滴沙律 我想看 滴沙律 滴沙律 但她那兩團東西… 你很嘔心 不,滴沙律 你不要小看自己 不要小看現今的造型科技 或者是電腦的東西 可以令你真的變成另一個彭丹 我覺得 但我… 我想我不是那個形象的人 那你不要理會 有個客人喜歡 這個清清純純 但他原來可以封胸 又可以受到心 其實不要說那麼遠 簡直是說 現在你那個美顏的品牌 突然間要你這樣做 簽完看 要你拍照 那可以怎樣看 超TikTok 超Tbac 價錢加10倍 已經不能夠誘惑我 但是… 八位數字 黃金時短 我不理會這些 八位數字 但最重要是認出來 不要… 就是剛才你所說的 就是不健康 對,很邪邪的就不行 有甚麼品牌 代言你一定不會做 Sona 空華 Sona 你也可以… 因為她們有女朋友 可以漂亮的 我覺得可以 因為包養毛巾 對,我見過有些Sona 沒有人叫你脫衣拍的 你可以做女朋友 在這裡給人家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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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a Sona 大佬 你說芬蘭玉 芬蘭玉 老婆致贊成 那些 我就是你老婆 可能說 我是骨頭 然後廣告就是這樣的 我是骨頭 打給老婆 老婆 然後你聽電話 喂 我聽到骨頭了 好,去哪裡 那間 好啊…一起去吧 是這樣的 讓人倆拖起手在門口進去 你應該說 好,那間還有女婚部 對… 那還要做嗎 分難動 如果那個是這樣的嗎 那間店就在波蘭街 如果有得做代言 有那麼多錢 應該有分店 分店就是在波蘭街街頭街尾 在上海街的街中間 新田比街之間 新田比街 很好編集你的動作 不是錢不錢的 整天都拿錢 紅碎廣告 TVB黃金時間 30秒 TVB固然要 地下貼廣告板 我不相信會第一間 我不相信只是波蘭街 一定要… 陶鑼灣、山頂 那就可以了 好看的 一點點現實 其實看的 你會不會拍 如果剛才我這樣說 新田地街、波蘭街的教派 我猜不到 我們問一下波蘭 因為我看他也問得你們很囂張 對… 那我幫你們問一下 謝謝 如果要你拍一個新髮水廣告 以及一個簽體 你還可以嗎 先看價錢吧 新髮水廣告 你什麼價錢還可以 新髮水未必找我 因為其實我有很多頭髮 只要是短的,好嗎 第二,簽體的 公司也有跟我談過 但他想我減到變成你 即是要六塊嗎 我不知道你有否六塊 總之要變成你這個樣子 總之要變成你這個樣子 但我覺得如果變成這個樣子 那就不是阿BOP 不是阿BOP 對嗎 沒錯 第一件事 第二,如果你要看到我這樣 要多久呢 九個月?一年 就是由欣兒很大舊 變成現在這麼漂亮的身形 那段時間人家用了兩年 大哥 每天吃菜 那他記不記得是甚麼價錢 你的意思是… 找我 對… 也有三位 也有三、四位數字 只要幾百至幾千 那就還可以了 即是合格 合理 但我就說不好意思,謝謝 但如果你找我 不如阿BOP 一個月減十磅 十磅我覺得還可以 十磅可以 然後Gimmy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件事是可以發生的 可以完成的 身髮髓 你以為現在變成長頭髮 即是變成… 像是長頭髮 鄭伊健 像是夏朝星 Billy Summer 那個已經… 不是我了,不是嗎 那你也可以有新形象 你真的很好笑 新形象,但我無法接受自己的長頭髮 你的長頭髮仍然是圓的 我女兒不能練習 我會看見一些… 對,會哭 我不想像是女兒 你明白嗎 好,我們不要開玩笑 進回正題 以你們所知 有否試過可能有些情侶 是一起代言某個… 因為他們是… 怎麼說呢 很模範 變成要找你們代言情侶的東西 但期間他們就… 因之事就分手了 那會不會變成毀約呢 如果是這樣,不會是毀約 因為別人不會說一早寫明約 你們千萬不能分手 一年內你分手就毀約 那我的人生自由也沒有了 沒有得選擇 即是如果有這個條件 你一定不可以分手 就應該不會… 不,可以談 不會是… 那麼苛刻 即是反過來,你試試吧 不,你試試吧 不要說情侶 即使結婚了 那你千萬不要離婚 這樣也不可以 其實你找些挺兇的 也是的 你一清理 不是… 暴露了真意 不是… 不是… 意味呢? 意味呢? 會不會有這樣的條件 你見過嗎? 沒有 不會有的 不會 只是覺得你的愛情很合襯 跟我一起做 如果你說我男朋友 譬如你很醜 你這樣會拍到我的產品 很醜 沒有 那怎會再找你兩個一起 即是她說不要你 條件是說不可以 你不可以找一個 醜醜的男朋友 我… 不可以 而且你怎麼定義 很難定義 或者你喜歡 對 她也說心的 說外表 好,代言 可能賺到少許錢 拍廣告是否真的 又是這麼多錢 出席的活動 是否又是這麼多錢 拍照 那些雜誌經常看到 有照片封面 是否賺到這麼多錢 真的有人以為 你上了雜誌封面 幫某個品牌 或者幫某個雜誌拍照 就說會否給別人 給你很多錢 你拍了那些照片 現在反彷彷彷彷彷彿 對,會否這件事 我們下一集 再跟兄弟幫的朋友聊聊天 好嗎 好 好,謝謝 乾杯 謝謝… 她前幾天打電話給我 劍尼,你有沒有想過 之前賺到少許錢旁身 我說有表演嗎 然後她說 沒有,你陪別人去澳門 陪一次就行了 然後她說一次就五、六十萬 這麼厲害? 然後她說 你就當作比貴宅吧 沒錯 沒有人親自打電話給我 但好像有聽過公司說 有些人會打到公司問價 但我的公司是一個很正經的公司 說個粗口,你先聽聽 別說出不了家那些 直接不用打電話那些可以 瘋狂的那些 我覺得很粗俗 瘋狂的 很銀利,比粗口更銀利 瘋狂的 你開五、六皮椰給我,我都可以了 然後我就說 什麼?五、六皮椰? 然後說,對,好像… 太貼了嗎?太貼了 不是的,你開那麼多 超貼了嗎? 谢谢大家